這一間是豐蔬食品家一型的店家在埔里 我先不要吃飯了 好上廚飯飯喔 我覺得這真的是平常吃不到的味道 真的很值得 特別來一趟吃 哈囉 野生餐店 我是路瓶 我是小野 我們現在人在埔里 我們要來吃一家在埔里 評價很高的一家蔬食餐廳 非常高 非常多人推薦 他的名字就是 貓居蔬食 那他店內的環境是非常溫馨的 一走進去會感覺有點像 來到一個溫馨的小書店 有點日本居酒屋的那種感覺 然後裡面有很多的造型物 都是用貓為出發點 最特別的地方是他們用的都是圓形食材 而且他們所選用的食材 都是來自台灣各地的小農員選的食材 因為老闆好像是在種紅茶的 對 他們好像自己有一塊地 是專門來種紅茶 所以紅茶是他們的特色 對 特色 所以他所有的餐點都是以紅茶為基底出發的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囉 帶你們去吃 GO 這一間是豐蔬食品家一型的店家 在埔里 老闆來 現在送上 這個是 老闆這個是 暗南消火麵 送一個半個的百香果耶 好酷喔 跟紅茶一樣 湯上的上面這一段倒進去 會有南洋風味 先吃主食 它是主食的紅茶 先吃主食 我沒有習慣這件事情 就是那種紅茶 欸 它是清甜的耶 它沒有加糖耶 這東西你要比較把心跟食慾 把它靜下來 然後慢慢的喝 然後到第二口第三口 喝完在嘴巴裡面會有一個香氣 它不乾澀喔 它是甘甜 有麵跟飯的話就是一定要先吃麵 因為麵會泡爛 然後上面的所有的配菜 每次來都會不一樣 因為他們都依照 依照時間季節去變換它的食材 然後基本上這裡所有的食材 都是當地小農 或是說他們去了哪裡 然後找到那邊的小農 來採收或購買的 然後他說這個百香果 等一下我們也可以全部一起 把它拌到麵裡面去 超快亮放在上面耶 拌到麵裡面再加點紅茶 說會有一點點的南洋風味 我們先喝一口湯 因為他說它的湯是用甘蔗跟土肉桂 熬出來的 我覺得蠻特別的 我們先喝喝看看 用甘蔗去熬湯 跟土肉桂搭在一起 這味道是很不錯的 好像有什麼中藥材的味道 我覺得喝下去有一點像滷湯 有一點點滷鍋的那種湯頭的感覺 我跟你講這是很明顯的 它的甜都是來自於食材 吃吃看麵 對 它的麵是用紅茶做的 他說吃起來你會以為它是蕎麥麵 但它其實是用紅茶來製作的 嗯 真的很像蕎麥麵 它口感很像蕎麥麵 這麵是越嚼越香耶 然後它這邊有一塊豆腐啊 是用紅麴鹽乳的 第一口進去我覺得還好 然後慢慢的慢慢的 它那個不知道什麼味道 會一直吃放出來 然後跟它的豆香 一般豆腐其實會有一個豆味 但它沒用 它是香氣 喜歡耶 怎樣 紅蘿蔔 這紅蘿蔔也太好吃了 很誇張 完全入味 雞皮疙瘩 而且它不是說完全把 紅蘿蔔的味道去掉 它有紅蘿蔔的味道 但那個紅蘿蔔的味道 我覺得不是不敢吃紅蘿蔔的人 討厭的那個味道 它就是留下它的鮮甜就對了 嗯 再來我們要把白香果 加進去 加進去 攪拌一下 好特別喔 真的好特別喔 我真的從來沒想過要這樣打 來 妳先 這樣 很好吃 真的喔 我跟你講它一點都不突兀喔 它反而把整個湯頭的甜度 又再帶了一個層次出來 一入口就是白香果的香氣 它已經吃到不講話了 我們來把紅茶加進去 這個層次有什麼 第一開始來的原本的樣貌 再加白香果 然後再把紅茶再加進去 有三層喔 它會讓白香果的味道 再稍微淡一些 然後可是我會覺得 它整體合在一起又更和諧了 你看它不講話了 一直喝 我覺得這真的是平常吃不到的味道 真的很值得特別來一趟吃 把香果加進去之後 它味道是比較特別的 我覺得不見得每個人都會喜歡 或者是你另外拿一個小碗 你自己搭搭看 你覺得你喜歡 你再加 再來就是這個茶炊飯 對不對 茶炊飯 一樣喔 它的食材就是每次來都會不一樣 我覺得一定會有很多人 看到這麼大塊 這麼大塊的蔬菜 原型食材 一定會覺得很恐怖 但我相信它一定很好吃 我跟你講 我們兩個都不敢吃柿子 對 我們今天來試試看 先吃柿子好了 你先 咦 它有個苦茶油的味道 它飯上面有淋滷 它的滷汁還是什麼醬子 等一下等一下 我知道我已經偷吃了 好好喝 再吃一口 我剛聞的時候說有苦茶油的香氣對不對 我們有想到它應該是紅茶籽油 你的上顎會一直有一個 類似苦茶油味道的油脂 一直噴泥出來 然後再搭配柿子本身的甜味 這有點像水梨耶 對 有點像 它的脆度已經有點像水梨了 你知道我現在吃這個 這一口飯吃下去 有什麼感受嗎 醬油拌飯 但沒有那個煮腥味 就是那種很香很香的油 它真的很濃郁 然後他剛剛說 它的米是用三種米下去煮的 完全粒粒分明耶 粒粒分明一定不用說 它真的煮得很好 然後口感是有層次的 可是它的層次不是說 讓你明顯的感覺到不一樣 而是說你吃這個飯不會覺得無聊 小菜方面我們點的這個是紅茶豆干 還有另外一個茶燒乳 用茶乳的乳味 一份小菜就是60塊錢 現在從一進門吃的所有東西 都是你平常吃不到的味道跟口感 我只能說真的來嘗試看看 它上面放的葉子 是萬壽芳香菌的葉子 味道會有點像是薄荷末的感覺 味道要中口 很好吃 會甜不下來 在茶燒乳裡面就是準植杏鮑菇跟豆干 我覺得都好吃 但是我會更喜歡它的豆干 它會吸附那個湯汁 咬下去的時候其實會爆出來 茶燒乳當然就是豐富性比較多 很好吃的主食都吃完了 我們現在要來喝的飲料 季節水果紅芋 它點的是檸檬紅芋 紅芋就是他們家的紅茶的一個品種 喝了之後我有點嚇到 我想說哇這個甜味怎麼弄得像蜂蜜 我就很緊張 我就問了老闆 他說不是他們沒有加蜂蜜 他們是用自己熬的那個白香菇果醬 然後搭配這個紅茶 它這裡面不知道用了多少的白香菇 去做這個果醬 喝下去是很舒服的 然後檸檬紅茶就是你這樣靠近我 它之後有一個檸檬 那種檸檬皮的清香 我們到現在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檸檬紅茶 它這個檸檬的香氣跟這個紅芋紅茶 完全結合在一起的 它就是和而唯一 我們其實點了沒有到很多 就是兩個主食 然後兩個小菜正常的這樣吃 還沒有喝飲料之前 我們都已經覺得蠻飽足的 如果妳吃點一杯的話 我覺得檸檬很順 很推 因為這個東西在外面是你很難找到的 在這邊吃完之後 你會覺得哇台灣的農作 或是這些研發 其實是很厲害的 大家如果有能力的話 我們不強求就是有能力的話 真的多多支持台灣的消防 真的很辛苦 你要拿到有機的那個認證 真的需要花非常非常非常久的時間 但是他們就是為了這個土地 然後為了人吃下去是很安心的 很健康的 所以他們願意做這些事情 那我覺得身為消費者 我是願意去支持他們的 留言這邊就幫我們訂閱好 開啟小鈴鐺 大家不要忘記是我們的Facebook開啟 拜拜 來到埠里 記得來吃 他是真的會特地 我們真的是特地跑來的 他的四人座的座位有三個桌子 然後後面有一排那種 上是單人座的位置 所以整體來說不算很多 所以記得要定位 來看可愛的貓咪 這裡的布置非常溫馨 很舒服 拜拜 好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